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谭丽华老师 请他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的交响乐 谭老师您好 您好 文文 现在的中国观众越来越喜爱交响乐了 但是对于中国交响乐的发展历史 大家知之甚少 所以今天请您跟同学们先介绍一下 咱们国家第一首交响乐曲是什么时候诞生的 因为我在最近做两件事 一个是建国70周年叫时代交响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百年交响 就是从1919年 今年是100年 所以说中国交响乐发展到今天 我们的历史比起西方来相差四五百年了 下了很多 但是中国的发展非常快 你刚才说到中国最早的 那么现在正在考证 据说比1919年还早 16年就有作品 现在我们讲当年的这些 为中国交响乐发展点击时的这些先知们 就包括现在讲孝有梅 就孝有梅先生在1919年写了作品 包括后来的黄自先生 但是那些年他们倒是交响乐 是交响音乐的手法在写了一些管弦乐 比如说像黄自先生写了怀旧续曲等等 但是真正中国的交响音乐发展 还是应该是50年代一个时期 第一个交响乐团是什么时候 上海交响乐团快到130年的历史 它的前身是上海公布局 就是朱介的 881年成立的一个乐团 那时全是外国人 这张照片就是中国最早的乐团 1920年北大音乐传习所 大家穿的是马褂 但是拿着是西洋乐器 有几个外国人 其他都是中国人 那是真正中国人的乐队 1920年北大音乐传习所 第一支交响乐团 20年算的话也接近100年了 但是在世界的发展史上 它又是一个很小很短暂的 1929年黄自先生的 怀字管弦乐序曲 也90年了 但是那时候写的很少 到1934年 江文也先生的一首管弦乐 叫台湾舞曲 那是1934年 江文也先生是 在日本学习音乐的 那个作品也写在日本 黄自先生的怀旧 那是1929年3月 他在美国耶路大学 毕业的作品 这首作品是中国第一首 交响性的管弦乐作品 获世界大奖的 是第11届奥运会 选拔作品当中的作曲银颈 马上要迎来2022年的 冬季奥运会 也会征集一些音乐作品 包括歌曲 管弦乐 交响乐 作曲家光景先生写一个 叫海陀带雪的钢琴写作曲 我想说的是五六十年代开始 就是大批的 从国外学会来的一些学子 刘法的 马思初先生写的一些作品 非常优秀 在大剧院的这个漫步经典当中 有一年我们要求 所有的参演的乐团 都演中国作品 我选了马先生的这个《山林之歌》 到现在我们几乎还没有人 超越当年马先生写的这个作品 真的吗 是这样 就是他这个对管弦乐法的这种驾驭 包括他对音色的选择 做起手法 已经相当的现代 娴熟 路火尊精 当然我有我的美学的喜爱 就是如果美分为优美秀美壮美的话 那么我是喜欢壮美的一类的 就是《教肖院》像纪念碑的这种 就是描写人深刻的内心 和展现那种波澜壮阔的一种 时代的一些大世界这一类 他最适合《教肖院》的表达 《教肖院》的那种震撼 《教肖院》无法比拟的那种丰富的表现手段 我记得有人评论您说 您指挥的每一个动作 都能够把作品当中最细微的内涵展现出来 而且让人们去了解到 这个太不容易了 因为您想啊 所有的听《教肖院》的人是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但是在您的指挥下 大家都能感受到最细腻的那个部分 是怎么做到的 这是必须的 因为一个指挥家就像一个指导施工的总工程师 他对他说要指挥的作品 就像指导施工的图纸 每一个细节都不容忽视 就像我们当年盖房的大剧院 这样的大的建筑 任何一个部位 一个结构 它都会对这个剧院的建设 建筑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不能小看 那个指挥家对作品的研究 就要透透透到这种程度 随着这个国家的经济的发展 精神追求会越来越迫切 越来越趋于高雅 比如说以前听听流行音乐 听一段摇滚 就觉得不错了 挺知足的 可是很多人慢慢慢慢就说 听说音乐里还有更高雅的 什么东西高雅 说教肖音乐 那么我们试试听听 就是说一说 人们会情不自禁地 他会有一种精神上的需求 这种需求就是对文化的需求 美化生活包括艺术 包括音乐 交响乐更是人们现在推崇的 1987年 中国第一次从卫星转播 维亚纳新年音乐会之后 让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了 哦 交响乐 过新年可以用一个新年音乐会 来持久音心 还是这么好听 现在所以说喜欢听 这类音乐的人越来越多了 交响乐这个领域是欧洲人 欧洲人的世系领地 那么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 甚至一个城市 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包括是不是有一个像样的 交响乐团 有一个很职业的音乐厅 还有很多的交响乐听众 这是衡量一个城市一个国家 甚至一个城市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了 被朋友或者什么人拉去听一场 交响音乐会的时候 某一个片段 某一个乐剧 突然让你情不自禁地 联想一个画面 情不自禁地会起鸡皮嘎的 流下眼泪 甚至流下眼泪 这就是古典音乐 交响乐的这种功能 它真的是那种震撼 那种细腻 那种描绘人到心里的那种细致感 确确实实是很神奇的 中国的交响乐 要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灵 文化要得到自信 必须要在交响乐这个领域 有自己的建树 有自己的声音 所以这些年 我一直在抓了一个就是 中国交响乐的推动 推广 两个方面 一个是演出 一个是创作 那您还能介绍几个 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 给同学们 我想大家可以先听一些 比较通俗一些的 什么叫通俗的 好听 上口 或者是耳熟能详 比如说管弦乐 像妖宗舞曲 这是少殖民族的音乐 很有特点 到现在九眼不衰 老眼这个就说明 它有生命力 大家喜欢 还有李显芦先生的 春节续曲 每年的这个过年前后 都在演 蹬地的当 蹬地的当 翘老大呼 喜气洋洋 欢天 欢天喜地 过年了 中央台 北京台 胡瓜那个节目 都是这个 春节续曲 走得挺 像《红色娘的君》的音乐 值得大家 值得大家去听一听 等你们听到这些音乐 喜欢了 我们再往里面走 而且现在很多国外的这些音乐家 交响乐团 他们也喜欢中国的乐曲 原来一开始 外国人是猎奇 但是听着听着 他就觉得他喜欢了 就是中国的音乐 尤其是外国人认为 交响乐领域 是他们的世系领地 那么中国人 能用外国乐曲 外国的做起手法 表现的是中国的情感 用的是中国的曲调 那么同样是感染人 打动人的时候 震撼人的时候 他对你是肃然起敬的 这么多年的 欧洲美洲的训言 让我觉得 中国有当代很多优秀的作品 是拿出来可以与欧美 特别是欧洲的 这个相媲美的交响乐作品 好 谢谢 谢谢谭丽华老师 来到艺术威乐堂 为同学们介绍 中国的交响乐 也感谢同学们的收看 希望同学们继续关注 国家大剧院 各类艺术演出 再见